最近不少朋友向医女许愿 在冬天的时候 有什么小偏方 可以让我们吃好喝满 却不变胖的 有哦 医女有一招 不用吃药 但是要动手动脚的 味精拍打 助消化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医女爱保养 我是现代医女都成云 让我们一起爱保养变健康 中医讲究节气养生 所谓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就是在说呢 我们的身体像大自然一样 四季运行 有不同的状态跟需求 而冬藏呢 正是在告诉我们人类呢 在一年到底的时候呢 特别需要休养生息 但是呢 每到冬藏的时候呢 也是我们年底活动最多的时候 尤其是在美国的华人 从感恩节 圣诞节 一路过到新年 一大堆的party跟聚餐 更不要说还要一路走到农历新年 这期间呢 旅游多party多放假多 吃喝不会少 但是呢 我们的体重却变多了 脂肪也变多了 甚至连消化不良的胃酸脏气也都变多了 英女今天要给大家示范喔 在冬天的时候做胃精拍打 不只可以帮助消化 改善循环 还可以改善像是胃酸脏气等问题 而足阳明胃精呢 每天10分钟的拍打呢 不只让你保健肠胃 也可以保持好身材 胃精开始于鼻子的两侧 也就是眼睛下方的 沉气穴 然后呢往下走到口唇的时候 它会绕圈圈 然后往下走到你的脖子两侧 接着呢 进入我们的身体的躯干喔 走在我们的胸部正上方 往下呢夹着我们的胃 进入我们的小腹之后呢 再往下走大腿的前外侧 从你的前外侧呢 一直走 走到小腿的前外侧 最后呢进入脚背 结束在二三脚趾之间的立对穴 那我们要怎么样拍打胃精呢 首先在脸上的部分 我们用指尖拍打 经过我们的鼻子 口唇 尤其是在嘴巴附近的时候呢 敲打你的牙龈呢 还可以保健你的口部健康 跟牙齿健康 往下到脖子 进入躯干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空掌喔 也就是不要 实拍 把你的手微弯起来喔 轻轻的拍打 当空掌拍打在我们的胃精上方的时候呢 不只是震动我们的皮肤和我们的肌肉 也可以震动到我们的胃和肠胃 可以帮助他的蠕动 而再往下呢 两侧的大腿前外侧就可以改成虚握拳 也就是拳头握起来的时候稍微放松一点点喔 敲打在你的大腿前外侧 往下到小腿 敲起来会有酸胀的感觉呢 格外的舒服 而到了脚背的时候呢 又可以换成你的指尖敲打 一直敲到你二三脚趾之间喔 作为一个结束 胃精呢真的是医女非常喜欢的经络 不仅可以帮助爱美人士呢 维持身材喔 更可以促进你的肠胃的循环健康 尤其在冬天拍打胃精可以让你身子暖暖的体内循环好 一肩二顾是不是很好 要是有些朋友呢 有消化不良 胃酸 胀气等困扰呢 更可以加强三个穴位 凉秋穴 足三里穴 跟风龙穴喔 你可以Google一下就可以查到这些穴位的地方 重点再加强一下 就可以启动我们身体的自愈力喔 以上是美国许氏生液集团 想要与你分享的养生资讯 更多的保健内容 请上现在医女杜晨云的脸书以及YouTube 更欢迎搜寻医女爱保养的Podcast 喜欢的朋友们 请记得要帮我按赞订阅跟分享喔